示威波及 但示威阻言了胡志明市的供应商 向他们提供布料 随时要停产 有些布由越南或者泰国或者中国 传过去的时候 他们在海关那里 因为可能有些小型的示威 导致我提不到货 导致生产链那里 供应链就断了 可能我现在只能够在我厂里面 仓存的物料用完之后 如果供应链上不了 我就要停生产 现在我们现有仓存的物料 应该可以足够我们 大概四至六个星期的生产 如果在这段时间之内 都还没解决到现时的状况 可能我们之后的货期会影响 河内的厂房有二十几个内地人 和香港人仍然在当地上班 朱先生说已经提醒了员工 如非必要不要出去 就算出去也避免讲普通话 或者广东话以保障安全 这家工厂有七成的生产线 广东放了越南 老板说今次的反华事件 没有影响到他在越南的投资信心 不过他也有最坏的打算 一旦那边的局势再进一步恶化 他会有撤厂的心理准备 特区政府说一直有跟进越南局势 随时会提供适当的支援 特区政府是透过 一我们在新加坡的经贸办 二就是香港贸法局 驻胡志明市的办事处 这两个机构都和越南 就是在越南的 越南香港商会一直保持紧密的联系 他说经贸办人员星期三会 和越南香港商会见面 无线电视记者李泛龙在东莞报道 南韩寺北韩生